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与此同时美国在近日首次宣布了要介入的中国南中国海的争端当中 又使得中美的冲突升级 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在另外一方面在很多国际性的事务上 美国又希望能够拉中国作为伙伴来介入进来 比如说在朝鲜和伊朗的核问题以及阿富汗战争上 那么我们来如何看待美国对中国的这一系列的举动和态度 今天我们为您请来的专家是中国现代国际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高祖贵所长 请他来为我们做分析 欢迎您高所长 那么这两天热的最热的新闻就是在这个黄海军演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美国又介入到南中国海的这个争端上面来了 我们想说现在通过这两个事情从黄海到南海 美国对于中国的这一系列的军事动作和这种表态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它有针对中国的这一方面 那我们想问就是这一系列的动作表明了美国在这一地区 它的战略到底是什么 我们确实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来在我们国家的东线 就是从东北亚到东南亚这一条线上 确实中美两个国这两个大国的这种博弈和较量 尽管是没有直接的面对 没有完全的直接的面对面 但确实看到背后的这种较量和博弈是非常激烈的 尽管是在黄海的军演上 美国人斯坦伯格他的常务副国务卿前两天还说 说为什么要搞美韩之间要搞这一次联合军演 主要是由于中国在朝鲜天安剑事件之后 没有谴责朝鲜 所以他们才要搞这样一个军事演习 这样的话等于是把这个归咎于中国 是因为中国没有谴责朝鲜 所以他们才搞这个 这显然是从这个事件来说 不管它这个动机是如何 但确实尽管这一次演习 美国之前美韩之间都说是为了应付的 作为天安剑事件应对的一个后续的动作 但是谁都看得出来 这样一个演习的话 显然有针对 首先它确实直接的是为了表达 他们如何协调应对天安剑事件 或者可能类似的这样的危机的爆发 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实际上是美韩 包括美日韩三方再一次 以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强烈的方式 通过军事演习这样的方式 像其实向中国传递一个信息 也就是这个地区 美国是有强大的利益存在的 而且美国通过这种形式 这一次它已经出动的 尽管没有进入黄海 它可能以后在9月份要出来的 就是它的华盛顿的航空母舰 然后其他的这种像战略轰炸机 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力量 向中国释放一个清晰的进行 就是说它要遏制这个地区的 中国的力量的进一步的扩展 和进一步的这种影响力的扩大 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清晰的 同时在东南亚我们看到 尽管希拉里那样的一个讲话 是在跟东南亚国家的时候 那个场合讲的 是面对于那些东南亚国家讲的 但是我们谁都知道 这样的一个讲话的话 它实际上弦外之音 还是说给中国听的 也就是说它是它清晰的表达了 美国在南海是有美国的利益的 而且美工公司是有利益的 美国必须要确保这个地区 这个作为一个国际通道的 一个自由的航行 而且要确保这个地区 如果说有任何争端的话 那些争端不应该是小国 不应该受到外界强大压力的学魄下 那么通过非外交的途径来解决 而且希拉里明确的说 他希望通过联合国的一些国际法 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这样的公约来建这种途径来解决 这种论调实际上在之前 在美国的国防部长盖茨 在新加坡的安全会议上 也表达过同样的论调 这种论调显然是 我们知道很多国际法 在南海这个复杂的问题上 不太适用的 那么之所以这么说 显然也是向中国传立一个信息 或者向东南亚国家传立一个信息 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力量 依然是存在的 而且美国未来在这个地区的力量 是不容置疑的 美国将作为一个裁判者 或者一个仲裁者的角色 在这个地区发挥一个 几乎等于是主导者的作用 那么它要使得这个地区 不让中国 不由于中国的很快的崛起 而影响这个地区的力量的平衡 而被改变 所以我们能看到 通过这两个行动 美国在东线 从东北亚到东南亚这条线上 实际上已经清晰了 在勾画的一套东西 这个东西不仅划定了 它划定了美国的利益界限 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界限 是在从就所谓的 我们从日本海 日本岛 然后钓鱼岛 然后台湾岛 然后在东南亚南海这条线上 它是有利益界限的 这条利益界限 这条利益界限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 是它的利益界限 但从中国的角度来说 这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扩展的利益的边界 被它划定了 所以而且更为麻烦的是 我个人觉得 它不仅划定了这条利益界限 而且划定了中国 在这个空间内的 它要规定中国 在这个空间内的行为方式 也就是说 你不能通过非武力的手段 你应该通过国际的 国际法的条件 通过外交的途径 来解决你和这些国家的证端 行为方式被它规定了 它更为重要的是 它想实际上 它也表明了 美国在未来 如果说中国 你在未来十年二十年 你都崛起 不断扩展的话 东亚地区是 必须是要保持一个平衡 不能出现 有利于中国的 这样力量的这种平衡被打破 那么它必须要保持 这个中国 美国和中国 在亚太地区这条线上 是两个 要划出一个分界线来 要保持这样一个 力量的平衡 让中间的美国 在亚太地区这些盟国 包括韩国 日本 包括菲律宾 泰国 这样的国家感到安全 所以尽管这样的 一个系列动作 但是我个人 它有非常非常丰富的 美国的战略意涵在里面 但是我们看 它这一系列动作的时候 有一个 我的头脑中 想象的一个画面 就好像是一只老鹰 张开了翅膀 它把一些非常弱小的 这样的 像小鸡一样的 这些国家 然后照在了 它的羽翼之下 然后希望以此来 离挡住 它对面的这样一个敌人 就是它的假想的 这样一个敌人 但是我们想说 就照在它羽翼之下的 这些相对来说 比较小的国家 其实在面对 它背后的 这个老鹰的时候 其实这个曾经 也是它的敌人 就是他们在 怎么来看待 就是美国 在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然后来结合这些国家 在中国的周边 形成这样一个战略包围 这样的一个态势 确实对于东亚地区 未来的走向 是影响比较大的 就像您说的 美国之所以 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 重新来划定边界 重新进入它的力量 曾经在90年代 中后期以后 一度削弱 一度受到一定削弱的强 它现在又回来了 又强化 在这个地区的力量存在 之所以有这样一个机会 就是因为 现在这个地区的 一些中小国家 比如像越南 像日本韩国 这样的一些中小国家 需要 他们甚至 或者公开表示 或者是暗中的 这种求助 希望美国回来 回来帮助平衡 这个地区 中国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 我们知道 曾经在过往的日子里 很多的 比如日本的 有杂志表明说 未来亚洲地区 就会出现一个 中国的单级时代 然后之前 我们知道 在2009年的时候 新加坡的资政 李光耀 曾经在美国 公开的政策 讲话里面说 亚太地区太重要了 不能让中国 一个强大的中国 独自说了算 希望美国在这个地区 保持一个强大力 来平衡中国 实际上 这样就是 亚太地区这些 中小国家的 他们这种需求 他们这种战略的 呼声呼呼语 而这些国家 以往都是美国的盟国 或者准精神盟国